阿公拉罵低著頭 拿著手機上下滑動 遇到不懂的操作或是軟體 只要問身旁的帥氣老師 馬上就能得到解答 這裡是永和區安和里里長 所開設的教學課程 里長運用過往從事電信業的經驗 自己身兼老師 教導長輩使用智慧型產品 我自己本身就是資訊科系出身 又曾經在電信業者這邊 服務了一段時間 本來也曾經認知過客服的工作 所以我很清楚怎麼樣 可以教這些銀髮的族群 怎麼樣讓他們快速的可以上手 或者說怎麼樣解釋 讓他們快速的可以了解那個概念 這個其實是我蠻擅長的事情 那我就認為其實 這也是社區發展的一個部分 而且我也真心的希望 智慧型設備的使用 能夠盡量的普及到每一個人身上 包含銀髮族群 許多長輩們對於3C產品的需求 越來越高 相對的在使用上也會有疑問 因此里長提供一個場所 使阿公阿嬤能輕輕鬆鬆 跟上時代的腳步 現場每位銀髮長輩學得好開心 一些Line啊一些不懂的啊什麼 Email那些都可以學 不會的可以問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讓我們對這個平板手機電腦 有更多的認識跟了解 里長他忙於公事還能夠 播出時間來服務里面 這是很難得可貴的 除了教學課程 里長更邀請電信業者一同來參與 不管是手機健檢 或是免費的玻璃保護貼 貼心便明的措施 讓服務更加多元 那因為我覺得有這個榮幸可以服務 我也覺得蠻好的 那當然我也希望說 能夠有一點點的資源 能夠分享提供 然後幫助這邊的里民 而且他的課程是不分任何理的 只要有興趣有願意想要來的 不管男女老少大大小小 那也不指定說一定要安合理 所有理都可以過來這邊學習 每個禮拜四早上9點到11點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前往永和關懷中心 學習智慧型用品和知識 互相教學相長 也同時聯絡感情 中家新聞 陳嘉雲 永和報導